HELLO,大家好,这里是高校办公,从新手到高手之,我的小技巧片 我们在写文档的过程中呢,有的时候也会控制不住我记起 莫名其妙就插入这么一个过宽的表格 在纵向页里面它根本就显示不下嘛 这个时候有人会告诉你说,那么把纸横过来不就好了吗 没错,我们可以在布局选项卡,单击纸张方向,把它改成横向 这个时候表格可以容纳下来,但是所有的页面都变成了横向的 这不是我想要的,我能不能让表格之前的文字还是属于纵向页呢 这个时候呢,就需要用到一个工具叫分解符 具体怎么操作呢,我们先按住Ctrl加Z,回到之前的状态 我们第一步啊,将光标放在第一页的这个文末 我们在这个布局选项卡里面,在这个分格符按钮下面 选择分解符下一页,我们插入一下 这个时候呢,表格已经被推到了下一页 而在第一页的末尾呢,会出现这样一个符号 叫分解符下一页,如果看不到的话 我们可以在开始选项卡,在段落功能组里面点开这个显示或隐藏标记 我们单击一下,它就消失了,我们再单击一下,它就出现了 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我们将光标定位在表格所在的这一页 然后我们在布局选项卡里面,将这个纸张方向改为横向 这个时候呢,表格之前是纵向的 表格之后所有的页面呢,都是横向的 如果这个时候你想要让表格之后的页面也是变成纵向的呢 操作方法跟刚刚是一致的,我们将光标定位在这个文字之前 插入分格符下一页 将光标定位在这个表格后的这一页 然后我们继续将纸张方向改为纵向 好,我们来浏览一下 我们这个时候就可以看到表格之前呢,是纵向页 表格所在页呢,是横向页 表格之后呢,它依旧是纵向页 有了这个分解符啊,我们就可以在文档的不同部分设置不同的格式 类似的,以后我们要这个设置不同的页码的时候 也会需要用到这个东西 我们之后的课程会给大家再次讲解 好了,以上就是本节课的内容 这里是帮你解决燃眉至极的小技巧 咱们下节课再见